好 昨天这个一个晚上呢 从北部到中部到南部到东部 一共有五个死刑犯被枪决 其中呢凶残割喉 害死五条人命的杜氏兄弟也伏法 被害家属等了十三年 终于等到这一天 认为是还给死者一个公道 但是这对兄弟竟然在伏法之前 还在胡说八道 说为了夺死劫呢 他们竟然向执行检察官说 他们有申请再审 硬是比其他遭到枪决的死囚 多活了四十分钟 年迈的叶妈妈直到记者上门 才知道杀害儿子的凶手 已经在二十九号晚间执行死刑 悲痛之情抑郁言表 十三年了 痛失爱子的心情仍然久久 不能恢复 被害者家属等了十三年 才等到这一刻 但手段凶残的杜氏兄弟 竟然在伏法前还在胡扯 为了夺死劫 竟然向执行检察官说 他们有申请再审 经过台南高分检 进京查证 确认两个人明明没有申请再审后 大约在晚间七点 予以枪决 两个人靠着胡扯 硬是比其他遭枪决死囚 多活了四十分钟 原来住在台南市的杜姓父子三人 因为经商失败 常年在大陆广东 投靠开工厂的台商 白痴白住多年后 竟然忘恩负义 在2001年的7月7号深夜 潜入了朋友的工厂 逼他交出保险柜的钥匙 钥匙得手后还不罢休 竟然将两名台商朋友 和三名大陆籍男女 凶残歌喉 抢走上千万元 事后不但冷静清理现场 还拿走了监视器画面 但大陆警方在现场 发现了杜明雄的指纹 还在父子的租屋处附近 找到被丢弃的胸刀 手套 让他们一反台就被捕 经过了13年 都市兄弟遭到枪决伏法 共赴皇权 对被害者家属而言 多年前的悲剧 总算是能够一段落了 记者拉官张张欣怡 台南报导